最艰难阶段所举行的 那么今天的这个活动呢 包括主题演出 指挥员呢是阿里克西尚尉 那么莫斯科市的红场呢 会举行 这个日子呢 莫斯科和 今日那场传奇阅兵的参与 以来包括1941年 莫斯科保卫战等等在内的 莫斯科民众抵抗历史 那么现在进行的是 阅兵方阵环节 有关现场更多情况 我们请同声传译 王立刚来为我们介绍 您好 是已经开始了 现在走过红场的事 那么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下一个阅兵方队呢 我们看到的是波多里斯克 走过红场的方队呢 步兵师的方队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呢 也是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在莫斯科呢 是一共成立了12支民兵师 这场战斗中呢 立下了 走过红场呢 是年轻一代的 现在呢 我们看到是 歌军乐学院 古乐队的方阵 现在呢 在红场上 看到的是 全俄青少年军事爱国一军的方队 在红场上 还可以看到 各世俗 精校 红队 现在呢 我们是看到的 俄罗斯空降兵 将来的官兵 他们正在 那么现在大家看到呢 过莫斯科红场呢 还有莫斯科其他一些青少年军学员 这是一些年轻的海军 对种种数据呢 应该给俄罗斯民众 更多的信息 来保卫自己的国家 给民众以信 对于年轻人进行这种爱国主义教育 武器装备的展览 那么很多家长呢 带着孩子 过程中呢 我们也发现 有很多当年 1941年11月7号红场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他们随时 来参加遊行活动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